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求职网调查显示,47.7%的大学生计划参加暑期实习。 大学生最向往的实习企业,依序是长荣集团、台湾高铁、中华航空、台积电和华硕。 除了暑期实习,高达95%的大学生有暑期打工的计划,创下近年新高。 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打工企业,依序是成品书店、麦当劳、星巴克、路易莎咖啡和统一超商。 下一则新闻。 网家董作詹洪志表示,2024年第一季亏损大幅缩减,618购物结业绩成长,证明公司改革方向正确。 詹洪志指出,电商竞争更激烈,有些竞争对手不以获利为目标,这对网家来说是困难的。 詹洪志坦言,网家过去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,但已经努力改变,像是阿比金成为网家重要的订单管道之一。 詹洪志强调,网家一定要继续扩张,但要找到毛利和成本的平衡,并寻找更多商品来源。 对于出售倒闭传言,詹洪志表示不排除任何策略合作或引进新投资人,但他也认为市场相对低估了网家的价值。 下一则新闻。 苹果公司调整MR装置的市场策略,暂停高价版Vision Pro的开发,专注于推出评价款装置。 市场消息指出,鸿海有望取代力讯成为主要代工厂,供应链厂商如玉金光和叶城也将会受益。 据传,苹果已经通知供应商暂停高阶Vision Pro的开发。 分析师则认为,Vision Pro的用户体验不佳,评价款若无法改善体验,价格压低也未必能提升销量。 下一则新闻。 远东百货2023年营业额和税后尽力创下50多年来的新高,但2024年手机营收和营业利益都有下滑。 远百面临着高基期的挑战,徐旭东认为转型是突围的关键。 他提到零售业态应该从一个架构变形出不同形态,以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。 远百的冲刺计划包括远东百货的保庆电改建和远东通讯园区的拓点。 远东修狗则是大型电开发、中型电创新和小型电转型。 爱买则计划重新梳理卖场空间,升级IT系统。 徐旭东也提到AI在零售业的重要性,远百江潮能源管理系统和会员管理系统的方向努力,以节能和精准行销为目标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以协助全台上签为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